屏东领馆处与县政府配合植树月 举办生活的探寻 守护岛屿林植树活动 500多名民众在澎湖楼门闭锁镇地 种下千颗罗汉松等苗木 达成环境绿美化目标 赖峰伟县长率各局处首长 屏东领馆处朱木生副处长 刘陈昭玲议长 马公市长叶竹林等来宾 与民众一起种下象征吉祥如意的 罗汉松等近千株林木 我们在这个植树场地 整整浇完水之后 我们这边会有服务同仁 服务同仁会地上我们这边 用银河湾所做成的走直台 县长赖峰伟与议长刘陈昭玲表示 现在正是植树的最佳时机 澎湖县今年是环保年 预计植树15公顷 希望大家一起多多种树 植树减碳 将闭锁镇地打造成澎湖的新兴景点 适时改善保安林环境 屏东领馆处珠穆森副处长指出 屏东领馆处及澎湖县政府 从81年迄今 双方合作的造林面积 已达2248.7公顷 领务局 屏东领馆处和澎湖县政府合作 从81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 那这30年间我们重了2248.7公顷的林地 那持续的话 我们还是会持续去检讨一些比较老熟的林份 或是一些比较成熟的林份 我们还是继续去做 辅育或是薪植的一个工作 那对于那个保安林解编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议长也有提示 说有一些必须要做解除的 我们会配合我们的一个检订工作 来逐年做一个解除的一个动作 也让我们的澎湖县民 还有我们的机关 更好利用这些土地 那今年打算地区会种多少工程 多棵树在澎湖 今年如果是说林物局这边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是应该是说 要配合那个澎湖 澎湖县政府这边一起来种树 因为我们两个机关其实是都是命不可分的 刚刚也讲了大概要种超过15公顷的树 另外 县政府及林物局也准备了树青等 共2000株的苗木送给参加植树民众 希望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多植树减碳 共同爱护地球环境 记者 陈荣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树